进入台北知名的双联圆仔汤店里点餐 台北市裁判局长陈俊安立即拿起手机准备付款 由于有越来越多人习惯透过行动支付方式消费 为了鼓励更多店家加入提供行动支付服务 台北市政府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针对万芳、四丰街及加纳这三处目标商圈 还未使用行动支付的店家 提供最高六个月的交易手续费减免补助 电子支付是这个社会的趋势 很多年轻人也好观光客也好 他可能不见得到我们的商圈 到我们店交消费会带这么多的现金 但是透过电子支付这样多元的付款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走进店家 那这次台北市政府也特别跟我们的支付业者的平台来合作 那提供了我们所谓的身装电子支付 能够有六个月免手续费的优惠措施 去让鼓励我们的店家能够多多的来升装我们的电子支付 那当然这次我们优先选择了 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我们的赤丰 还有我们万华的加纳 跟我们文山的万芳 三个社区去做重点的推广 就是希望能够去增加我们拥有电子支付的店家的数量 那提供我们市民更便捷的服务 这项活动获得三处商圈店家正面回应 目前已经有近300家店家参与 台北市赤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陈静云期盼 政府能协助店家在转型过程中降低成本 同时让使用电子支付的消费者获得更多回馈 共创双赢 站在政府的角度 就是如何协助我们各个店家 比如说申请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店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他不会就是说去托的太多 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如果说我使用这方面的系统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我想说这是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那站在政府的角度 能够就是说协助我们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促进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也让全民在消费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 受到这样的回馈 觉得消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喜悦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 则以胡旭章卤肉饭为例 鼓励店家勇于加入行动支付行列 胡旭章张董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为什么愿意给那个外送抽31% 是因为他认为反正我多了一些客人 然后我少了服务 那我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 所以其实多了这个支付之后 会让消费者增加 绝对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用呢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除了辅导店家踏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商业处方面更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推出多项行动支付优惠方案 消费者只要加入会员 在这三处商圈以行动支付付款 可获得回馈金优惠券等 希望在疫情过后 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回到这里 请回到这里